美国人承认,中国人做的才是对的。不能再乱花钱了。 FREE专家。 这是什么让花明天前惊天享乐的美国人也开始存钱了。人均收入非常高的美国人,其实真的很穷。 2017年5月份,美联储发布了2016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you as households in 2016。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居然有44%的成年人脸400美元,约和人民币2700元,的应急款都拿不出来。 面对突发情况时,他们不得不变卖物品或找朋友借钱。 在美联储的2016年报告中,应急存款低于400美元的成年人占比达到44%,但在2013年,这一比例高达50%。 受访者被问及,如果发生了意外能否立即拿出400美元。 只有56%的人表示能够拿出相应的现金,或者能够用信用卡支付,而且能在下一个还款日排清这笔钱。 此外,对于那56%能够拿出这笔钱的成年人来说,这400美元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中,有13%的人表示,花了这400美元,其他方面就入不敷出了。 银行利率咨询机构JO Banking Rates的统计显示,2016年,有69%的美国人银行账户中存款低于1000美元,而在2015年,这一比例为62%。 第二,令人吃惊的是,有34%的美国人表示自己银行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按理说,美国人人均收入都不算低,对比其他国家也算是很高了,但是真正存钱的却非常的少。 因为美国人喜欢提前消费,当人们看见其他人吃住美食,手拿奢侈品包包,过筑奢华生活,于是自己哪怕没钱,也不惜贷款购买。 所以说,美国人其实真的很穷。 学习中国人优良品德,美国人也开始存钱了。 或许是受到父辈等人处境的警示,目前美国的青年一代对于储蓄的思想开始有所好转。 根据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在80后和90后的所谓千玺一代中,已有16%的人表示他们有10万美元或更多的储蓄,高于2015年的8%。 而近一半,47%,的人则有1.5万美元的储蓄,高于2015年的33%。 在美国,目前千玺一代的青年人已经呈存款主力,根据网站Anchorate对18岁到29岁千玺一代消费者的调查显示, 其中62%表示,他们会把薪水的5%以上存起来,为退休、急用或其他目标做准备。 而上一年只有42%的人这样做。 并且根据OICPA的调查,20多岁和30多岁的消费者,有36%表示存钱是为了去度假,27%为了买房子,26%为了买车。 存钱,目前已经成为美国青年一代的共识。 从当初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到现在开始学习中国人,美国的年轻人能够及时地觉悟还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看到了父辈们因为没有钱遭受的困境,使得现在美国年轻一代开始更多的考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固定的储蓄财产。 美国人也开始承认,中国人是对的,一定要学习中国人开始存钱。 你卖我卖一切卖,中日英家19国同时减持美债,俄罗斯操作最夸张。 最新消息,马云身价将超万亿登顶世界首富。 蚂蚁经浮成全球第一。 特朗普失策挥向中国的关税大棒。 竟然都打在了德国身上。 中国将打造全球第一条穿越喜马拉雅的铁路,尼泊尔人民欢呼不已。 中国发现大型液盐器填勘探或重大突破,外媒,很难复制美国液盐器。 特朗普怒喷,没想到啊,哈雷竟然是第一个投降的美国公司。 俄媒,中国移动支付引美国追赶。 支付系统将淘汰美国的银行。 百年巨头被提出美国道指,背后折射出全球经济一大巨变。 美美日媒先后发出警告,阿里辛零售正改变世界,欧美不研究就落后。 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 外媒,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 支付宝尝试进入日本交通系统,日媒,中国巨人打来了。 小米香港IPO录演会场爆满,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成苹果。 美国影子无处不在,OPAC大会背后的政治不易。 。 今日科技。